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金时间的一个10点 晚上的一个10点18分 目前比特币价格在一个39,650美金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行情啊 那么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呢 昨天从这个顶流的时候啊 从这个 41,000多美金的位置一路进行向下低啊 那么上个视频 我们说到啊 击穿这个阻力的位置就可以做空啊 那么也是在一个40,800美金附近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我们是怎么去看的啊 昨天啊 在这个位置 大家也可以看到 对不对 那么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有阻力啊 跌破了可以去做空啊 跌破的这个位置可以做空的概率啊 也是很多了 对不对 如果击破啊 这个线的话啊 它会再下跌最少2000美金 最少2000美金也就是百分之 对吧 百分之五左右水平啊 比特币啊 再跌个百分之五左右水平啊 所以说 比特币就跌了个百分之五 对不对 也是符合昨天的一个行情啊 对不对 昨天我是录日视频的时候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啊 它确实是啊 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回调 而且是到了下方的一个阻力这里啊 三万啊 九千美金附近啊 啊 接近2000点的一个回调 那么接着来 比特币会不会进行啊 再次的一个回调呢 啊 会不会再上上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 待会我们会从这个四个小时级别 还有一天之内的一个日线级别去观察比特币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 啊 还会讲到这个以太坊这个情况 联动这个比特币啊 进行一起讲啊 那么 让大家更清楚的去了解 整个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从这个支出面来看的话 那么 现在的话 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思维来带大家对不对 它之前啊 它一直是啊 前12天都是沿着一个啊 上涨的一个趋势线 不断进行一个向上的一个情况 但是就在啊 昨天它是啊 跌穿了这个位置啊 对不对 那时候我在上个视频也是告诉大家 跌破这个位置 又要做空它啊 那么也是在一个40800美金附近 也是做了一波的一个空头啊 空头 那么现在到现在啊 那么也有个啊 啊 大概1000多点的一个啊 最高是大概到2000点的一个啊 盈利一个空间 所以说大家去思考啊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去做空啊 啊 啊 给大家布置一些作业啊 那么 好 告诫大家啊 啊 接下来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啊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话 从这个布里带轨来看的话 它已经在这个4个小时级别的一个布里带中下方的一个位置运行 啊 上方的阻力一样就是在一个啊 啊 4万0800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是一个啊 重返上面的一个啊 上较去线的一个时候 但是能演从 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 它目前的话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也就是从这个啊 MCD 出现一个背离之后啊 自从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背离之后 就一路的进行快速连在一起之后 又快速进行回调4个小时级别 而且这个RSI已经到达44左右的一个水平啊 我们从这个4个小时级别来看的话 单从两个指标来看的话 它依然是啊 啊 继续有一个 向下的一个情况 如果有这个啊 喊单那个情况啊 能够化解的就是一个亮灯啊 我们再看这个亮灯啊 亮灯可以化解一切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之前我们也说过啊 啊 分析这个指标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这个亮灯啊 那目前亮灯的话还是比较少啊 它能否啊 再去去化解这个 这一波的一个 MCD的一个死差的一个情况啊 能否化解啊 如果再爆拉上去啊 是有机会能够化解 但是的话啊 这个概率很小啊 概率很小啊 因为出现这样的情况4个小时级别的话 它会影响一天之内的线啊 一天的内线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情况啊 比特币确实是发生了啊 一个啊 严重的一个影响啊 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啊 比特币波动一点点的话就会影响很大啊 我们可以看来啊 看出来啊 它已经击穿了这个上行的一个轨道啊 之前是少了一个12连羊的一个情况 随后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回调啊 回调 那么这一回调直接是击穿了 打破了它一个上行的一个思路啊 沿着这样的思路 我们去寻找一些啊 有没有去啊 做空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现在的话 它不能带中国的位置日线级别的话 它是跑到一个三万五千多美金啊 三万五千两百美金 所以之前的话 在这个位置啊 它反弹到这样的一个高位啊 之后啊 它是选择了一步回调到一个啊 不能带来中下方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但是之前也是陆续的去走过这样一个行情啊 到达这个不能带附近的话 它是走了一步的一个回调啊 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这一步行情 它到达这样的一个阻力附近啊 它有必要进行一步回调啊 而且是大级别啊 最低的位置 它现在的话 最低的位置 它是能够到达 三万五千多美金的位置 最低的位置 是能够击穿这个不能带中国的位置 从日线级别 而且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啊 它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啊 准备出现一个交叉的情况啊 这个位置也 这样的速度 它会交叉 交叉 它势必会穿破这个啊 灵阻 穿破灵阻的话 那么会影响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跌幅啊 大的一个跌幅 啊 向下下跌是不是一个 要空的一个情况呢 啊 如果量能能够化解呢 它是一个要空的 那现在的话啊 如果量能不能化解 依然是选择看空 因为它已经跌破这个趋势线 接下来这几天 可能又去看空它了啊 去看空整个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啊 去看空整个思路啊 那么接下来我肯定会去寻找一些啊 高的位置去做空它 反正只要它没啊 反弹到上方的一个阻力 没有突破这个阻力 我仍旧会选去做空它啊 啊 突破上方的一个43000美金啊 那在这附近的话啊 它跌穿了这个阻力啊 只要它没有跑到这个 这条绿色的一个线的上方的话 我依旧是选择一个做空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已经啊 啊 形成了下一种模式了啊 啊 现在形成了另一种模式啊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啊 因为它之前 它跌破了这个啊 跌破这个位置啊 对不对 48800美金的位置 那么现在它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啊 通道啊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通道 在于你去怎么去思考对这个行情的一个判断啊 到目前来看的话 它是啊 比较一个啊 它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个下跌的那个轨道啊 但是我看它能够啊 跌到哪个位置 如果去击穿啊 继续去跌穿这个位置啊 38000多啊 38500美金啊 如果跌破这个位置 它会跌得更多啊 这条啊 这条线啊 跌破这个位置 我会继续去做空啊 也就是38500美金啊 如果跌破这个位置 它会跌得很深啊 意味着跌个三四千点啊 可能跌到35000附近啊 跌破这个38500的话 它会击穿这个35000啊 击穿35000 所以现在的行情的话 还是比较好判断啊 好判断啊 看它能够支撑住了啊 只要支撑不住 我们就会顺势去 在右侧进行交易 这波啊 拿捏死死的啊 这些简单的一个操作思路啊 大家去分享一下啊 我来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以太坊的话 以太坊这一波啊 以太坊肯定是会沿着比特币的一个思路 但是它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啊 以太坊并没有去啊 跌穿它那个下行轨道啊 说说比特币还有没有机会反弹啊 因为以太坊的话啊 它是没有跌破这个 下跌这个趋势线啊 下跌趋势线在2500美金啊 说它没有跌穿这个位置的话 它一定会跟随比特币 它还会影响比特币啊 所以说以太坊比特币 它会是相互联动的啊 说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比特币啊 只要没跌破那个位置 还是选择一个 保持一个观望的一个情况啊 跌破的话 还会继续进行一个做空啊 刚才我们也说了 跌破一个3万8500美金位置 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空机会啊 而且跌了会更深啊 所以说如果你想盯盘的话 那么 那时刻去盯好这个盘 去看好它比特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再去操作 那么 那盈利的一个空间非常巨大 好 今天的内容啊的话啊 主要是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了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铃铛 大家请 啊 大家想要加入我的付费啊 会员的话 请添加下方的一个 点击标题 下方有一个微信号啊 大家添加微信号啊 加狼眼的一个助理微信啊 想加入我的VIP释放消息群的话 大家可以添加啊 添加微信啊 直接咨询怎么付费加入就行了啊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